张静博士 张静前建长就说 什么六海里 从影像来看 根本就进到我们的内水 不是只有六海里 内水 来 什么概念 我们先把那个图调出来好不好 我们有地图 地图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 这是我们的渔民拍的 你看到这么近 有没有 非常的近 这是大陆的三艘铁壳船 你不要看铁壳船渔船很大 我们本来要派的那艘海巡很小 人家是三百到五百吨 我们是一百吨 所以据说风浪太大 这个浪太大 船太小 所以就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渔船丢的 有没有 确实海巡数也证实 的确有三艘大陆渔船 进到我国十二海里 甚至到六海里处 进到什么程度呢 远远的就看到苗栗附近 大家知道这个风电机 看得一清二楚 有没有 全部标给你看 那这个部分呢 还是这个渔民民间先 丢出来的讯息 现在都是这样嘛 像这种比较紧张 我们又没有办法应对的 都是民间丢出来消息 因为现在很多讯息是公开的 大家都有手机 然后我方都是挤压膏 要一点一点的讲 好 我们也一点一点的讲下去 这个内水的什么意思 大家看到 有没有 不是这个 这是我们稍后要讲的 对 内水是什么 内水就是进到更里面了 有没有 二四海里 十二海里 内水就进到里面了 六海里 你能够想象吗 当然这个六海里 就引发一连串的问题 进到内水怎样 符合第一级吗 然后呢 然后没有 然后就是因为浪太大 所以没办法 我们的船又太小 好 往下看 有些部分我们昨天有讨论过 但是今天有更多的细节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方的海巡是这样讲 中部分数吗 我们是接到了报案 接到了报案 就是说自己不是主动的 是民众报案 我们才处理 就通报了第三海巡队前往 这个嫌号都有 这是腰洞洞三五艇 前往查处 要调派大舰前往协处 结果呢 说当天的浪很大 风很大 但是我们只有100吨 人家是300到500吨 又有三艘 所以他当然没有写说 我没办法 或是我就算了 他只说全程用雷达监控 你懂吗 那我们的PTT网友 这两天这一题 非常的热 网友看新闻 看得很仔细 而且网友里面 神人 能人很多 丢出了很多 我们必须要讨论的问题 昨天我们就讨论 这个浪大浪小的问题 网友有点生气 辫子妹的街坊 也是这样啊 对不对 浪这么大 人家的渔船可以 我们的海巡不行 那万一哪天 真的是有危险的状况 还要先问问老天 可以不可以吗 那今天还有更多的讯息 网友说第一个 海巡就没有发现嘛 是民众报案才知道 对不对 你从阿新闻稿这样写 就是这样啊 你报案我才知道 进到六海里 你还要人家网友报案 你才发现哦 好第二个 当天下午请大船协助 结果线上没有船 可以支援 所以我们就是这一艘 这一艘不行 好那就算了 就没了 对吧 人家十六号的下午来 七号早上才离开 所以从六号下午到七号早上 都已经到了六海里 我们全台湾 钓不到半条大船去执法吗 另外呢 这个网友找出来 中机队 目前大船也就只有三艘 金门舰五百顿 苗栗舰一千顿 嘉义舰是四千顿 其他这几艘大船都在干嘛 当天都在干嘛 都有别的比这个六海里 更严重的事情 更紧急的事情 必须要处理吗 有什么事情会严重 要超过这个六海里呢 所以这个部分 确实让大家觉得无法想象 亮哥你怎么看 这个 目击的渔民是这样说了 说这个新竹香山到苗栗之间的外海 那他们所铺设的渔网全部都被破坏 我估计那个船应该是拖网船 那放眼望去整个海域都是他们的拖网 然后说大陆渔船涂掉船民用蓝色的油漆 然后他们就怀疑海巡中队到底有没有接到通报 那因为这个绣坊提出质疑 所以海巡署中部分署就回应了 他这样说了 他说他们有发现 那派出这个第三海巡队PP10035艇去 结果风浪是7到8级 阵风10级 他说海巷恶劣有航安顾虑 所以返航待命 那他们只好继续雷达监控 这是海巡的答复 那奇怪我们渔民怎么没翻 渔民的船很大是不是 那个铁核船很大没错 300到500吨 反正他就说我们第三海巡队派的内艘船 好像只有100吨 那个PP10035 那我奇怪的是 那为什么在现场有渔民可以拍摄 那渔民那个船是很大吗 对渔民的船 大到可以抗风浪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点诡异了 因为开得那么近来 这么近来 当然那个我们国防部还是有话讲 他会说那个是非武装 所以不是用第一级 对但人家是有带国旗 有带五星旗的 我知道 而且那个国旗插得好高一支 所以雷将军就觉得应该不是 怪怪的 单纯的渔船 就觉得好像是有象征意义 来插旗的嘛 就他如果真的是要进来拖网 然后把鱼都带走 那有必要高高插内支吗 因为如果连那个船号都用蓝色油漆暂时涂掉 那插内支干嘛 插内支不是反而容易被看到 好亮哥你看到这个地点的位置 在这个新竹苗栗一带 这个地点也不太寻常对吧 对因为我们的大的海巡船 一般都在澎湖 被拉南部比较多了 这个不因为我们 不是只有面对大陆嘛 也面对菲律宾嘛 那我们大概 海巡船在台湾的部分 难以想象会从 大陆那个方向过来 因为到新竹真的蛮怪的 因为它要 它要开蛮远的 这大陆的渔船要到台湾这一边 那菲律宾那边就比较常见 所以大的船可能都在那一边 所以蛮怪的啦 因为我们的那个暗基雷达 据我了解是连扇板都查得到 所以是一定有看到 可是它可能不是只有看到渔船 可能旁边还有别的船 对昨天 所以就觉得出去会不会尴尬 对因为我们的国防部 每天还是会公布嘛 今天什么来了几艘共鸡啊共箭 所以昨天立将军 把这两个讯息兜起来 对可是国防部没有公布海警船 对就是说我们 但他有讲共箭 什么来了几艘次 对那个是军舰 对所以立将军认为这两个有关 国防部处理是因为看到 哇天上有有共鸡 他全部都看得到 对 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船 只是我们不能确认 因为那个国防部公布的军舰来的时间是3月10号到12号 那因为这个新闻是3月11号出来的 那事实上它发生的时间是3月6号 那可是3月6号会不会就是我们国防部没有每天公布啦 那只是偶尔公布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认为这个雷达这样出去侦测 不太可能只看到三艘大陆渔船 这样有点落单 他就自己这样过来 这个难以想象 而且他是他应该是非武装的啦 对 所以不知道 因为这个只有这个我们专业军人出身才能判断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品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